你越讨好别人就越遭人嫌弃 你经常帮朋友忙 可当你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 一个都找不到 你认真对待自己的合伙人 可他转头就背叛你 你付出所有感情对待自己的另一半 可他却还是各种责怪你 别再做卑微的烂好人的 别人绝对不会领情的 可能有人无法理解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难道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真心换真心了吗 有这样的想法 只能说你在人性这个维度上没有觉醒 还在被过去的观念所误导 试着想想你脑袋里对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想很多人都觉得人是天生善良的 坏人是少数的 其实人是不能用 善良和坏来轻而易举的定义 人性非常的复杂 所以接下来 我会与你聊一条非常深刻的人性逻辑 搞懂这条人性逻辑 你对人性的理解会上升几个档次 并且我不仅会说理论 还会说实操性的内容 帮你理解这个人性逻辑之后 还会告诉你 贼